大家好我是翁翁 本部片來繼續介紹我們出發賣分遊戲的進階遊玩指南 以及還有服飾邁向逆轉之路的中後期配置 讓你在遊玩本款治療系的冒險放置遊戲更具有方向 接著就讓我們繼續來看下去吧 好那首先先跟大家來分享一下什麼目前的進度 目前拍攝時間是1月27號的上午8點 目前的話等級已經邁向了快要接近60等了 那接著給各位玩家來看一下整體放置的狀態 目前的話是在13-8然後再來經驗值獲得量也是最高了 服飾必須要達到65等才可以解鎖額外新的區域 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整體的進度是已經到了最新的地圖了 然後再來給各位玩家來看一下是否相關的配置 如果真的血量不足的玩家 你這邊是可以塞我們的導告光芒為優先嘛 就是至少你是塞單補的 但是如果你在每一個小關都是可以打完的情況下 你進入下一個小關呢 他則是會直接回滿血量的 所以我這邊目前的配置是完全沒有塞任何的補的 如果這樣子你的隊伍是沒有倒牌的情況下 你是可以進而直接提高輸出的方式來做輸出 所以我這邊等於是兩個輸出直接來打 血量如果都沒有倒牌 你到下一個小關 他在這邊跑步的時候他是會直接回滿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這邊是直接帶執行官 進而提高我們的額外的傷害 然後看一下吧 我們目前的話這邊直接來打王了嘛 再看一次我們整個的隊伍的血線 這邊有看到嗎 我們連那個坦呢直接都換輸出的技能了 然後基本上也沒在管後排的這個血量 就直接這樣子硬打下去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他的血量已經快沒了嘛 那我們的血量也接近殘血 所以目前這樣子的配置其實我們也是可以硬打把他打完的 然後再來速度也算是蠻快的 3分鐘內就直接結束 所以我們剛剛這邊你的輪場的話只要在4分16以下結束的話 這邊就可以獲得三顆星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目前整個配置的話我們戰術技能我這邊是帶輝光聚焦 然後還有光河 以及還有隨身告誡 這幾個技能其實真的是一個非常強力的輸出手段 然後再來被動的話就是聖輝普將 以及還有審判 然後還有無上光輝 以及還有執行官 最後則是我們的這個盲刺蹦發 執行官的部分啊你這邊其實是可以直接先換導告光芒的 如果剛剛那個血量真的很危急的話就是這樣子做搭配 那真的如果這樣的血量都不夠的話呢 你這邊再帶我們的公民印記做第二層的補量 以上就是我們整個比較進階的諷刺掛法給各位玩家來當作參考 那技能的部分這邊優先建議是以輸出的欄位來提升技能等級 像我這邊核心以及還有輸出的東西目前的話呢都是最高是55等 未來如果等級再上去呢 你的那個相關的星星經驗應該是會不太夠的 所以建議就是以輸出的技能優先來做欄位培育 緊接著來分享的是我們麥勒獸的配點 那因為我目前啊其實整體就已經是玩輸出了嘛 真的有缺補的話呢再來裝這個補的被動技能 然後還不夠的話我們的戰術技能再改補技 所以整體其實就是以輸出的配置 目前的話呢是搭配的是冰谷居 以及還有摩摩狗 冰谷居他整個的技能啊其實他額外是增加了暴擊傷害嘛 核心技能暴擊的時候也會有提高 那所以我目前這個屬性的配置的話 其實就是以就是有增加暴擊為主 再來看的是這個配置特技 所有傷害都會提高8% 如果離距離目標越遠的話呢 則會提高3.2所以等於是長住你保持遠的距離 應該就是11.2%啦 那第二個我們會搭配的是這個卡坡力量 因為卡坡目前的話他就是開服的連動活動嘛 那你只要一直有解任務有獲得所謂的卡坡的這個拼圖碎塊 那你這樣子進了就可以提升技能的能力 擊敗一個敵人可以恢復11%的覺醒能量 所以像我們這邊如果你在推圖的時候 我們這邊假設好了他這邊目前的話呢是六幾% 我們這邊只要打到一個單位你看 馬上就可以放了 等於你下一回合的時候呢 就是可以直接再放個覺醒技 基本上是這樣子 因為麥勒獸他這邊他如果你有那個常駐他所謂的生性的效果的話 你進場的時候 本身的話他其實就已經有所謂的30%的覺醒進度了 那你有30%然後再加卡坡可能他那樣的趴數 你就等於是打下一個小輪的關卡 他就可以再釋放一次這個覺醒的技能 所以說真的還蠻暴力的 那以上就是我們整個目前的配置 那究竟是魔魔狗 比較好還是冰谷居比較好 我覺得到時候應該這個數值可能可以來做稍微判定 因為我目前自己實測下來我覺得兩個好像差不多 只是因為魔魔狗的話他這邊是有觸發暴擊以及還有技巧的時候 他的所謂的傷害增益甚至是還會疊加的 那目前我這邊服飾裝備的這個技巧的趴數 並沒有到特別高 未來如果裝備真的有起來 暴擊跟技巧都有同時觸發的話 也許效益真的會是比冰谷居還要高 那到時候再來做重置我覺得也是不遲的 所以目前賣熱獸的話就是以上的兩隻 然後在招式的部分的話呢我這邊主要其實是搭配了極速 生命 以及還有這個技巧還有免傷 另外一隻賣熱獸目前初步的話也是搭配極速 不過我覺得這邊其實也是可以塞攻擊 因為主要的話其實你就是要把這個橘色的屬性給他拉上去 那另外的話還有一個極速跟格擋 所以整體賣熱獸給的這個招式屬性真的也是差蠻多的 那接著來到了是我們營地的部分 待會會來說一下是我們賣熱獸的招式 那首先先來講吧 營地這一邊啊 建議玩家們每日要買的東西 首先第一個當然就是你這個免費的寶箱嘛 那第二個是我們的星星經驗 這個是升級技能需要的 第三個是這個獸糧 這是升級賣熱獸需要的 然後第四個比較推的其實是經驗的藥劑 經驗藥劑的話他可以增加那個收益5% 那這個的話如果真的 上面這個星鑽購的玩家也是可以來做購買的 以上目前主推的話其實就是這四個 盡量都是要買 那你買這個經驗藥劑啊你至少一天有半天的時間 他一樣是可以增加5%額外的收益 長期下來我覺得其實這個算是差蠻多的 如果要拼到那個前面大部隊的玩家 你至少每天至少是要購買這四個東西 那接著來看一下是我們這個 招式的部分 剛剛有講我們整個賣熱獸的招式 那招式的話其實你就是需要 在這個斧斧小鋪這一邊 然後你要來聽他講故事 講故事的方式很簡單你這邊直接開自動講述 好我就來亂一輪看看 有沒有辦法到結局 就每次這樣講的時候呢如果他是到那個紅色的 快速解決故事的時候就已經沒了 就要從基本 然後慢慢的 到那個紙裝然後最後面到結局 結局的部分的話呢是有更高的機率出現到傳奇的這個相關的絕招 或者是傳奇經驗 他的話這個是一個run的一個流程 我們來看一下我究竟要run多少的素材 喔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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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了剩下700多終於有了齁 來結局揭秘吧來看一下 他這邊有講如果你是到結局的話呢 比較高的機率會有史詩跟傳說啦傳說是一定要到這樣的結局啦來 喔我們獲得了 好傳說經驗齁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他就是要常常累積啦 但是你至少每天的話都是有祝福醞釀 只要每日有登入遊戲你依然可以來洗這個東西 然後在講故事的過程中也許也會獲得一個小小的故事 我們這邊也是可以在招式區這邊可以來做兌換齁 就像我這邊53個了嘛 所以實際上呢也是可以來兌換 就是額外的可能攻擊力之類的東西甚至是暴擊率的你可以來做搭配齁 我這邊的話應該是會選擇這個吧 可能是這個暴擊傷害吧 我先直接買下去給各位來當作就是 食飯的演練齁 然後這邊就直接給他按下去吧 哇這個暴擊傷害差那麼多喔那能不能 吃吃看像這樣子 所以我目前的話暴擊傷害就來到了11% 就如果真的有暴擊的話呢我這個傷害應該是比較好一點了吧 我來看看一下到底有沒有差 整體的倍率好像差的有點多 剛剛突然瞬間有暴擊的時候剛剛那個數字是不是突然跑跑跑跑跑跑 就剛剛那個瞬間的傷害啦 那目前的話呢以上就是我們整個的這個配置 緊接著是我們旅團的部分 那跟各位玩家來說一下就是我目前啊我們的這個旅團是在1服的嘛 編號的話呢是100131 然後我們目前應該長時間的話應該是不會再開審核了 因為遊戲的那個開了比較多的分流嘛 所以在1服的玩家如果你真的想要找那個比較高階的旅團 歡迎可以直接來加入 好然後再來遊戲這邊美律的話呢 你這邊他是可以直接做浇灌的嘛 那仔細看一下你交冠的話他依然是可以獲得旅團的經驗 那我們這邊也會獲得的這個兌換的這個葉子 那交冠只要記得啊我們這邊到交冠第三次之後 他的話會有那個50嘛所以基本上就交兩次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然後在玩家們是可以透過服務區的方式這邊來做兌換嘛 那目前比較推的兌換第一個是那個我們的賣勒獸抽 第二個的話就是換我們的獸兩 那其他比方說像是這個經驗值的部分 這幾個招式的也是可以直接來做兌換的 就招式完了之後啊未來可能也會再開更多其他材料了吧 所以這邊給各位玩家看我自己的話這個 招式的部分我這邊的話應該是直接把它買啦我只會買史詩的 我目前的話其實就是史詩的把它買下去 那其他的這些我就直接先放著 然後再來還有這個成長零食的話這個也是可以買的 看你自己葉子的量 主推的話依然是我們第一個跟第二個的 相關的素材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右下角啊他會有個調查隊嘛 那調查隊這邊每日的話呢都是可以補一次鑰匙 你是可以直接來打我們這個副本的 那我們接著一支散的話呢是必須要達到80等 目前的話呢這個60等的基本上他真的難度不難 我們這邊就是用鏡像的這個隊友 然後就直接這樣子慢慢的推過去就好了 傷害沒有到很高 就達到60等的玩家你可以再來試試看 那或者你也是可以存一下這個秘藥 打過一次之後留那個相關的副本到下一個階段 以上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影片的後半段再給各位玩家來看一下是打我們的秘境跟惡龍 我們先來打一下這個海洋征服計劃吧 那首先技能這一邊啊我們目前的話呢 主要其實是帶恢復嘛以及還有帶我們倒高光芒 然後我還額外帶光明印記 我其實這樣帶已經有點補太多了基本上應該是要帶恢復 以及還有倒高光芒就夠了 好首先打王關的部分啊這一邊要看嘛左右邊會有兩個觸手嘛那我們 輔助呢重點的話其實就是要幫忙把觸手打掉 那輸出呢也要幫忙打觸手以及輸出的玩家是必須要去斷一下我們這個BOSS他的放招 像這個BOSS這個條啊如果他這邊是沒有斷到的話我們就會受到這個高耳的傷害 那或者如果你把兩邊打掉的話他是會失衡的 不過我目前等級是比較高啦所以其實他這個輸出好像其實也不太需要幫忙去斷招的 所以這邊只要看到有觸手我們就直接打了 然後再來實際上啦這邊在泳唱的時候輸出盡量是要斷招的才不會受到範圍的傷害 但是我們現在目前補量我這邊真的是完全是夠的齁 就身為一個小小的補師欸不對啊 為什麼我自己當補師我的輸出還是第二名啊 等一下好 可能是我等級是裡面最高的那沒辦法 我們這邊 如果真的補量夠的話呢你其實只要把觸手打掉就可以了 我們這邊旁邊的游標 走過去把觸手打掉 目前我看起來我們的血線是有夠健康的 就這樣子打完了齁 如果玩家們你是40幾等來打這個關卡的話呢 我建議你們就是BOSS的斷招一定要斷 兩邊的觸手也要打掉齁 那以上就給各位來當作這個實戰吧 然後戰鬥統計的話呢目前輸出 好啦第二個然後治療量的話 對全部 就這樣子啦 緊接著來講的是我們惡龍的副本齁 惡龍副本這一邊我主要其實就是帶我們的恢復 然後還有導勾光芒其他的話就是輸出齁 光這樣子其實我們補量就夠了 惡龍的重點其實就是要在3分30秒內 你必須要拚到高爾的輸出 然後看我們整體的這個隊伍常害是能不能拉得更高齁 比方我們現在這邊的法陣要沒了嘛 我們這邊就可以更換我們的法陣 從太陽到月亮齁 就像這樣子 然後你這樣就可以躲過那個爆炸 但是我這邊直接被炸一下好了 被炸一下我的血量的話其實還是有 損了差不多230%吧 因為我們目前進入的話 我這邊是有帶我們的導勾光芒 以及還有帶我們的恢復 那其實光是這樣子 整體的隊伍的血線 應該真的就是算是 蠻足的啦我自己覺得 這邊快要接近倒數30秒了 我這邊一樣就是站著 他的傷害有比較高一點了 直接站著 一樣就是放恢復術 然後繼續這樣補大家 直接站著給他平A了 好來看倒數 3分30秒的時候呢 這邊他就直接打爆炸 然後爆炸完了之後呢 我們這邊就整個結束了 完成的話呢 目前我們是拿到了31M 就是整個 最高34M 之後打法應該是會變啦 那只是因為這是我們目前的等級 未來我相信他的打法一定會有更好的打法 好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好啦以上的話呢就是我們整個服飾的相關進階影片 未來要更新的主題應該就是往一轉的方向為主啦 那有任何想法歡迎留言 還有記得相關的連動活動任務要趕快結齁 我是WonBone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